立委刘兆豪认为绿岛人权园区 在台湾人权发展史的发展上 占有历史的地位 要求文化部长郑立军 要重视绿岛人权园区 增加绿岛园区的原额配置 以更深入的方式来研究 绿岛政治范的历史 立法委员刘兆豪在审查 国家人员博物馆组织法草案会议当中 咨询文化部长郑立军 希望终视绿岛在台湾人权发展史上 扮演的重要角色 要求增加绿岛人权园区的原额配置 地利之变 就是因为它夏天的时候游客非常多 所以它必然的它会去参观 绿岛人权园区的机会是远远大于 事实上交通是比较方便的洁美园区 那我们如果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 博物馆它绝对不是因为要 不只是因为要典藏 或者是因为要盖一个建筑物 它才成立博物馆 它更需要更想要的是 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过去的历史 还有我们要维护的一个核心价值 让更多人知道 但是如果从数字上看起来是 绿岛园区是相对是达到这个功能的 因为它人数更多 一个20万一个8万 那现在当然现在因为国家人权的博物馆 还没有法制化 所以现在大概在立岛园区 应该它正式人员的编制 我若没有记错应该是两个或是三个 其他大概都是外聘人员打扫清洁 所以现在立岛园区 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达到 真正的能够研究 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功能 其实我相信它大部分都是在维护它的厂区 而且厂区很垮 光要维护那个厂区的 厂区的 跟那个园区的清洁 大概就要费很多的功夫 那本习想要关心的是说 将来我们这法制化之后 在人力的配置上 跟它的分工上 好 那我们部长有没有什么想法没有 报告委员 那我们未来是希望说 景美绿岛两个纪念园区 我们分设两个管理中心 所以过去其实在筹备期间 筹备处是设在景美 那整个管理中心是在景美 所以绿岛的正式编制 人力就会比较少 所以未来我们为了对绿岛园区的重视 所以我们会分设两个管理中心 那么他来进行整个园区的 保存这个经营跟管理 刘正豪也分享了绿岛乡亲的温馨小故事 他们说在成长过程当中 政治犯有时候是他的可好晚伴 甚至是离开绿岛之后 协助照顾他的长者 因此刘正豪希望 绿岛人权园区除了在场馆维护之外 应该增加更多人员配置 以深入研究绿岛政治犯的历史 记者廖婷娟综合报道